Hello 大家好 來到決戰中環的時間 今晚大家發覺有一個好過人的嘉賓 講到決戰中環就是找中環人過來的 一半是黃一半是藍 我金龍介老友Philip 他說的精神分裂和大部分的香港港豬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灌醉了他 灌醉了兩支威士忌 然後捉他上去 正是人版 做人版就讓我們兩位旗的主持 開得多forum突然請坐 要上來要發聲 要發聲 不是 和應而已 我都不是 心底淚的說話 是很重要的事情 沒錯 所以一向都是我兄弟 中環人有些人都很肯說話 但可能要灌醉了才說 說一點吧 我一向人的性格是願意說話 但想清楚想對就說 想對的就不說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需要問一個神才說嗎 不需要 例如轉不轉工 參選那些 我神一向是跟我有聊天 他一向會有信號 有信號 那誰沒有問題 我初時看到新聞 我以為畫得這麼大 你知道吧 參選特首要等神的指示 他等神的指示 我不會認識我 我只認識常主 西邊那個 那邊太西了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忍耐 原來知道你們的上帝不同 不是這樣說 人人心中有上帝 很搞笑的 我介紹一下 我也是 找飯吃 也是維持黃絲 那都是我國學的 因為整個金融界 現在一定是跟爺爺賺吃 沒有東西一定要配合 說真的一句 但是同一時間 正經兩樣東西 正 慢慢學 大家講諸 用心思 去心學習 之餘 經很簡單 一定是靠著爺爺那邊去做 關係密切 現在早就說了 所以難得 找飯吃的兄弟都肯上來上帝 今天只是配合一下 代表中環的兄弟發聲 你怕不怕你上來之後 以後出國會有問題呢 我也沒事 例如鄰近地區 是啊 今天最新的真聞 或者是泰國 馬來西亞等地 都不太歡迎一些 黃黃地的人 阿洋立刻可以說這個話題 提醒你 還有老窩緬甸 說真的一句 他自己 我自己覺得是失策 事先張揚得太 這樣就被人夾 有些是 我不敢說他是不是失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 我覺得失策 為什麼你做了這件事 因為大學那邊邀請他 說得明是要分享雨傘經驗 很大件事 那邊很敏感 那邊也是還在射槍 至於有沒有阿爺通風報信 反而未必一定是最大的關係 不如這樣吧 我問一問 你們三位 今天在什麼情況下 收到這個消息 阿洋 最早我是在網上收到的 是 是 是 那時候在網上已經說 他在泰國 回不了香港 什麼事呢 不是 回不了香港 過不了境 過不了境 還未回到香港 後來呢 後來呢 到了 慢慢消息 就說 已經準備回香港了 大家就開始比較放心 現在 Philip是否收到的 我也是網上 也是網上 自己通知你的 真的 我也是 很明顯 現在的所謂大台 是完全不肯報這些事情 是過濾了 等待 可能上帝給他一些顯靈 他才會這樣說 我們自己 資訊自由的社會 阿洋也是 阿Philip也是 網上已經即時有了 根本禁止 基本上 傳統媒體的影響力 是一直減弱的 你看到那些報紙 那些抹消量 不斷減弱 全香港現在 每一天的報紙總發行量 都不夠一百萬份 其實現在 我自己這樣說 新世代 根本就不是靠紙的 紙媒 互聯網 自己慢慢去升遷 每個人去升天 升雲端 根本上的所有東西 基本上 就像大家那樣 在Facebook那裏見 很簡單 乘報不斷貼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神奇 MetroPulse 貼一些東西出來 IK寶 最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中環人很簡單 不要浪費時間 買這麼多份報紙 你一兩份夠 然後其他東西 在Facebook搞點 上網 真的 速度已經快過傳統媒體 很多 好了 我們又回到大家最關心 因為經驗所得者 如果我們做的節目 我們不是講最熱門 聽眾通常都會鼓噪 我們可能要照顧這件事 不要緊要有多熱門 我們先說第二次熱門 我們先說第二次熱門 我們先說幾次熱門 我們先說幾次熱門 當然是第二次熱門 怎麼搞的 要洗版 很開心 我知道我們很期待說這件事 但是 小心 對不起 不要緊 技術問題 我正在學習 我們正在看Facebook 浩子 今天你們收到之後的消息 你在Facebook看過 師豐被他入境 你們當時的反應是怎樣 你先 我不是太意外 因為我們看到近幾年 中國對他周邊的 尤其是東南亞相對來說 比較弱 經濟上對他比較依賴的國家 他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聽到新加坡有些在那裡的中國人 不是華裔 不是華裔 是去了新加坡的中國人 叫新加坡為波園 心目中覺得新加坡是中國的一個園 波園 波園 現在如果泰國都這樣 慢慢變得太散了 已經有了 現在網上已經開始有這些 條件出來 其實這件事不是今天才有的 我們記得現在有一部電影上映了 跟湄公河有關 那部電影跟2011年湄公河血案有關 十三個中國人在湄公河被人殺了 被認為是劫殺 金三角附近的三個國家 泰國、魯窩和緬甸 中國也一起劫 然後再被捕,又被捕了幾個人 被捕了幾個人 疑交到中國 在雲南判死刑 真人真事 2011年 2011年 現在這部電影正正上映 還有航行安全等等,開會之類 現在我們看到他們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是中南半島的海 包括馬來西亞都禁止黃之鋒入境 這幾個中南半島的國家,中國在他身上受到經濟政治影響之外 司法和執法權力亦都越來越大 全都會被握,沒辦法 這是相當歷史流傳下來的問題 如果你看到以前的朝貢的年代,大清帝國的時候 的確都是這樣的秩序 整個中南半島,甚至去到菲律賓,整個亞洲地區 除了菲律賓 稍微補充這一點,菲律賓比較遠 但整個亞洲地區都是根據天朝秩序去分裝限 越遠的,越不聽話,越近的,即使你不直接統治他 他都會自己會做,這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很簡單,我永遠將這些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一邊是跟老美,一邊是跟阿爺 直接這樣說 老美就是恩忌 你選錯地方,你要去宣揚雨傘運動有多成功,有多成功 說實在菲律賓做過老美的族民地 對呀,現在做得那麼多 老美很搞笑的,現在玩到 待會再說,但老美又玩奧巴馬 經濟問題,這個歌仔哨我可以說 你就去台灣了,你要說 我又覺得現在,可能又將主客調轉了 首先我覺得不是黃之鋒自己選 他說我留這間大學,因為我要分享我的經驗 是大學邀請他 沒錯,所以他被邀請作為一個作客嘉賓 分享 其實責任落在大學上,我認為 對的,是真的 對的,但是我覺得大家的最焦點 就是擺了下去,為何中國可以 行使當泰國自一個省 你的國安法果然是可以遍及 宇宙銀河,以及地底的深淵 全世界宇宙都是中國的 沒錯,全世界宇宙都是中國的 他真是膨脹,因為他真的可以執行 他真的不論你說那時候在非洲那個國家 肯押台灣的電話詐騙集團 也都會將他們的犯人移交給中國審判 今次又是黃之鋒被他入境 而一個理由很簡單 就是泰國就跟中國一樣 跟香港是不同的 大省 大家都把罪焦點放在這裏 但是我看到另一件事 我也想問一下蕭公子 怎樣看這件事 就是大家印象中的 其實是8月7日 不是很久的 兩個月之前 他發生了一個什麼事呢 他有一個大的選舉 那個選舉選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黎明的根據 就是首長也是肉 首輩也是肉 不是首面和首輩 是首長和首輩也是肉 是對的 因為真的 那怎樣呢 就是說 他要你投資 就是你到底是否支持 上議院的250個議席 是由他直接委任 軍政府直接委派 是啊 沒錯 本來有一半是驅選的 一半是票選出來的 但是他現在就是說 現在因為過去這麼多年的 政治動盪 因為政客的無能 所以現在軍政府 take over 我們就要強勢統治 我們250席 都是我們直接委任 美其明說得很好聽的 他就說 因為這樣 就能夠避免任何一個政黨 擁有這個最大的議席 但是呢 在人民呢 如果你真的攤開來看的話 就是 喂 老友 我投給你 同意 我也是死 我不投給你 我說我不同意 我也是死 嗯 因為如果我同意的話 那你應該要交個權 出來 但是你交個權 出來 你也是在後面 你不在前面 而已 但是如果我投不同意的話 那他就繼續拿著權 根本不放 所以你記得那時候 在幾個省份 都有發生爆炸事件 不是很久 幾個不同的理由 兩件事來說 先說 呂王是完全重的 兩難的局面 一加科 因為幾年前 發生了政變問題 軍政府上台 就取代了民人政府 但是泰國呢 就夾在東西雙方中間 很尷尬一件事 好處呢 就是十九世紀以來 泰國未曾做過殖民地 未被人殖民過 未直接殖民 問題他用另一個身份 就叫做保護國 其實也是大英帝國的保護國 而泰國的君主呢 基本上為了保持國家獨立 他做了很多妥協 其中一件 我們認為最文明的妥協 他是實施了君主立憲制 但是君主立憲制 又不是完全抄襲英國那一隻 所以剛才女王提醒大家 泰國特色的君主立憲 南亞特色的 英式管治 所以形式上 就像英國那樣 有上下議院 名義上的上議院 的確是抄襲英國那一套 是皇帝以前皇權政諾委任也好 某些社會精英才可以進入上議院 下議院便是平民選擇代表 那算是有少許日式嗎 不像得了 不像得了是做什麼呢 因為那個議會強與弱 就很大分別了 日本呢 上次剛剛我們另一個話題講起 他本身軍閥形成了地方勢力 是由下而上 是由一些強大的地方勢力 去擁戴那個天皇來執政的 這件事是似英國那一隻 就是君主立憲的認識 但泰國那一隻不是 他人民原本是廢的 所以變成是由上而下 由君主推行的憲制改革 所以影響就是好像Feeder說 就變成一個亞洲特色的君主立憲 就像北丹一樣 有一點點但又不是完全一切 因為不單是相對和平 泰國其實都幾動亂下 後來一個勉強的平衡形勢是怎樣呢 就是軍人的強勢 就視乎他站在皇帝那邊 還是站在民選政府那邊 他站在民選政府那邊 就變成開放的政治空間 就多一些所謂政治自由 但當你那個民選政府 例如之前有些他信 那些貪腐問題横生的時候 那些民怨四起 變成是軍人 雙界occupied 也有啦 就是官商 變成是軍人出來 就很奇怪 軍人反而有個光環在那裡 他平天下尊王楊兒 很尷尬一件事 變成經常軍人乾淨 這是亞洲特色 那泰國就面對兩難局面 歷史上也是十字路口 你怎麼搞 你想想14年他信的妹妹 英禄 是一個很漂亮的泰妹 一個很漂亮的總理 很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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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他賠七十億 港幣 是一個大米當年 大米補貼的問題 沒錯 我們就說 差十億 怎麼撓七十億 但是你看到現在 一個很動盪的局面 現在這個軍人政府 他take over 泰國 逼人民站在一個兩難 就是說我到底 我同意的憲政呢 他就說17年會有公投 如果你不同意 他就繼續掌權 繼續軍政 即是床板夾 你明白嗎 兩難 你也會痛 夾死你 玩幾年了 你到底是長痛還是短痛 你也是痛的 而泰國人民 他們對於這個距離的泰皇 非常尊敬 非常尊敬 日本人沒錯 日本人對他們天皇的更有甚 更深 泰國的法律 如果你是侮辱皇室的話 是刑事 很嚴重 真的是執法 所以泰國人對皇室的尊重 尤其是泰皇的尊重 比起日本人對天皇 是有過之無不及 這樣說 日本在戰前和1945年之前 天皇的地位是神 但是之後 因為美國 硬要把天皇 打入恨宣禎 由默克阿瑟和阿瑟 合致開始 一個巨人對一個小人 將天皇的地位 變成人 變成人 不是變成神 但是泰國相對來說 他都不是一個神 不過泰皇的地位 寧寫 崇高 尤其是這個泰皇 目前是世界上在位最項目的 超人愛戴的皇帝 還有他到一個 差不多九張 一個很關鍵的時候 因為你看看泰皇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接近九個月 沒有出過 他真的病 他對上一次 都不知道是去年年末 還是今年年頭 很久了 傳說他中風 又說他心事治療 有不同的傳言 大家都知道 這個儲君 就是泰國的皇太子 就是很不行 但是公主就很不行 公主就很不行 公主就很不行 很大鑊 斯林通公主 挺有文望 而且這個文化錯誤 是相當之好的 也是一個作家 也得到文心 這個關鍵 難處是難處 他那個君主立憲 未曾學足英國 可以女孩子都繼承 這就難了 那就很糟了 很慘 所以夾了兩項都兩難 政府的上議院下議院改革 又難 軍政府是否還政於民 又兩難 然後這個皇室的繼承問題 又兩難 太子還是公主 那就糟糕了 跟我們以往有好的新加坡 下一日也不太好 所以為什麼 阿之鋒 為什麼會這麼魯莽 我不是說他有什麼 又反過來 別人這麼多的內部矛盾 你踩一隻腳過去 很煩 我不會說他是不是輸出格 是很衝動的 是很衝動的 人家有自己的矛盾 而你踩腳過去也不知道 而這個矛盾更加精彩在 就是這個泰國政府 總理巴玉 即他們的將軍 以及他們的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 都是說不同的說話 巴玉就說 不是泰國方面把王之鋒推走 有這種說法 而是中方人員 收到中國政府的通知 即是說 懂得做 不止直接進去 直接加給中方 他說不是我們說他 是中方人員帶走他 即是他不是搞我們泰國那邊的 即是不是說你搞亂我們的場 很古怪 所以麻煩了一件事 但另一邊商 Foreign Rubber又不是這麼說 Foreign Rubber就說 不適合 不要來 不適合入境 所以變了一個古怪的地方 Foreign Rubber就是哪邊 泰國外交部 泰國外交部 即是其實兩個說法 那我會傾向相信巴玉 因為他才是真正有實權的軍人 大佬 你知道外交部有時 這些外交辭令 對 軍和一點 軍佬就比較老實 軍佬我不是這樣就是這樣 中國來拘捕人 那問題是這個QK在什麼呢 如果有馬來西亞的先例 加以泰國內部矛盾 他被拒絕入境 就不是難理解這件事 但是居然就是被這個 就是巴玉將軍 就踢爆 這次其實北京那邊 是很緊張 主動出擊 是 就算人家是不是截他 入境才算 都中國外交部 主動介入 介入泰國的外交問題 已經不止是第一次了 不止是第一次 銅鑼灣書店桂文海 都還未介入 那個人是在泰國失蹤的 是啊 他簡直是說 中國的特工去抓人 而且他不是中國公民 是瑞典公民 是瑞典公民 王之鋒都叫做香港 特工去護照 沒有用的了 以後的外國護照 還有我們看回 我們看到幾個不同的說法 矛盾在什麼呢 就是剛剛說巴玉 和泰國外交部 已經有兩個說法 更加好笑的是 香港的律政司長 是更加誇張的 袁國強 他所說的就是 強國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退化了 人退化了 都退化了 哈哈哈哈 高登巴拿叫開 不怪事 有毛啊 你見到嗎 我中文比較差 左向右讀 右向左讀 我搞錯了 是 中文真的很優秀 兩岸怨聲提不住 那個原文 哈哈哈哈 退化了 好 余國強 居然說 這個不會是兩個 臉都紅民 不是兩個國家 不會因為這個 鬥釘 他不是用鬥釘的字眼 小朋友 塞鬥洞 就憑你 一件事 會令到兩個國家 兩個大國 兩個主權 為你交使 才不會 小事一中 但這個時候 就是巴玉出聲的時候 哈哈哈哈 巴玉就說 頂你啊 喂 我認你大哥 你老闆叫我交人 你老闆派進去 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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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還是相信巴玉 多些 你君老闆有老實 那你明白的 港英政府 不是港英政府 現在是香港政府 特別政府 他說的話 他永遠都是 就著來講的 他想淡化這件事 但淡化不了嗎 事實上就是一個 鬥釘搞得兩個主權 國有爭拗 就是這麼簡單 想起來 你看到年輕人 其實很過癮的情況 如果你以美國 英國的大國風度 來計算的話 根本起不了風浪 你一個年輕人 平時 你吵什麼 都好 其實對你的正體 那算不算是否封殺了小朋友 說就是封殺 反過來 外交無小事 真的 外交無小事 那個過癮的地方 有什麼家科 居然是一個這樣的小朋友 搞到你一個 所謂的泱泱大國 手足無粗 這個才是過癮的 外交無小事 就是這樣 緊張 就算是另一個國家 出兵來侵犯你的領土 我都沒有看過中國 那麼緊張 他緊張什麼 明白嗎 所以其實有一個說法 就是為什麼中國那麼緊張 要按住香港的小朋友 他怕是上TIME 不止上TIME 因為他的示範座很嚴重 我們雖然說 本來不看過盧橋北戀 中國國內 他的內部矛盾更大 所以現在大家就去買城堡 所以城堡突然殺出來的血路 亂了大龍 西藏也好 新疆也好 蒙古也好 很多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 都是看著香港發生什麼事 你信與不信一回事 他是緊張得不得了 因此你有任何示範作用 你居然可以搞民間外交 非常過癮 如果有一件事 是不受主權控制的 那北京就會很緊張 這件事是同出一切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以前他信年代 或者英六年代 泰國會不會這麼向中國靠攏呢 他是玩兩面牌的 對 因為商人是有這個能力的 正常一套 沒錯 就是兩邊遊走 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空間 自己最大的生存環境 有利的生存環境 但是現在軍政府面對著 就是剛才所說的 到底會不會泰國突然之間 架崩呢 是呀 最複雜風險 待會是皇太子上位 他會瘋得瘋 金正恩那樣 是嗎 是嗎 然後他會不會變成 埃及妖後的現代版 但是變成 哥對妹妹呢 就不是姐姐殺弟弟 很複雜的情況 以大公主的性格 我相信他不會做得很狠 但是那個風險在哪裏呢 到時軍政府就很尷尬 他站在哪裏 如果又是根據他以前的光環 他又是所謂救民於水火 他沒有辦法不堆壞你的太子 明白嗎 這樣很糟糕 很變態 很詩詩的情況 我還現在這陣子 覺得曼谷又找了我 常常想去曬太陽 那怎麼辦 曼谷剛剛變成全球最受歡迎的 城市 又來過 錯不在人魂 泰國的人是好人 泰國的人已經很蠢 這是真的 單純 不是 我是說蠢 為什麼我會用蠢來形容 天真 不是 Allow me 他有淵源 我很大淵源 因為我爸爸是葬在泰國 所以即使發生了這樣的事 我也很不幸 泰國也很要去 我相信 當然我不會有問題 不會入不了境 但是為什麼泰國人民是蠢呢 這個是真的有一些調查 出來了 泰國人的智商 他們的IQ 的確實是比較低 是九十幾而已 那他信就是天才 所以就是龍拳 對嗎 另一個角度看 以我們認識泰國的人 相對來說是比較單純 他信那時候 2006年軍政府非推翻他不可 王室為什麼又要支持軍政府呢 因為他信是想動動他的軍主體制 他想改憲 真的 他的名義很響亮 為何之鋒這件事這麼敏感 他的名堂很響亮 就是說 王權過了今屆太王之後 你不知什麼事 的而且太子是不爭氣 所以他真的用所謂為民請命的光環 就為憲政改革 真的還政於民 問題很敏感 你一會說還政於民 你是不是以後的君主立憲 令到王權不再有 這個很大問題 整個社會改了 所以這次他去泰國 王之鋒去泰國 他那間大學 其中一間叫朱拉龍公大學 是泰國第一學府 朱拉龍公就是拉馬五世 泰國近代史上被視為最有權勢 泰國英才 最好的一個 名國最頂尖的學府 而什麼事去呢 就是1976年 軍政府屠殺學生那一段 因為70年代 有個很強硬的軍人叫朱拉龍 曾經鎮壓過學運 後來在泰王 即是現在這個拉馬九世 在嫁入之下 他龍曾經流亡外國 76年回去的時候 再引發大示威 軍政府鎮壓 公佈說死了四十幾個學生 但是一般民間認為 過百人 甚至幾百人都有 但是一直到現在 那個真相還未完全公開出來 很多沉冤未說 所以變成軍政府這一段 是搶著他來的 這次的研討會 在他的利益來說 他更加要配合中國 很尷尬 很尷尬 還有雖然 網台三大能人之一 一個霸主 就說我是這個 這隻才霸主 說我是一個敦倫派的大師姐 什麼叫敦倫派 他稱呼 敦倫派的大師姐 敦倫派的大師姐 我們稍後的話題都會說這件事 但是 你閣下都是我的風水的印客 印客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其實泰國的前將軍 是我的客人 所以他們的而且 果然有內幕 有些內幕 真的有淵源 不是現在這位巴獄先生 不是這位巴獄將軍 是前度的 誰就不說了 他們的而且 英雄難過美人關 她的女兒是我的 她的女兒是我很多年的客人 他們的而且在泰國政府 這麼多年來 他們一直觀察著 他們的關係很有趣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日本幕府 他們這個官家和武家 那個分權 那時候我們說是分了三權 包括宗教 泰國其實是一個相似的 現代版 泰國的宗教領袖 很有權 很強 但是同時 他的軍人和皇室 就像那時候幕府的三權 但是他們一直 他們的觀摩就是 到底會不會收獻 如果收獻的時候 因為我們又 拉遠一點 你看到康熙也是一樣的 他傳位給誰 整班朝中大臣都是買大小的 沒有辦法 我買誰呢 這麼多個兒子 但是這次其實不是這麼多個兒子 他是一個皇太子 本來是應該傳給他的 但是也有一個大公主 那怎樣呢 因為這麼多年來 太子 大家都有個期望 他會不會變好呢 越來越爹 可不可以少一些 那些裸露的片流出呢 越來越爹 那個格格不貴嗎 粉的樣子 粉的樣子 明白了 粉的樣子 離婚搞女兒 女兒做的脫衣無糧 去英國太多了 娶了這個 天生有問題 是不是也讀書的 一來 你送哪裡讀書問題也不大 問題是相傳的真的有點小 就是一個格格 或者精神狀態也不太理想 真可憐 這些家教 沒有辦法 他家教其實很好 腫壞了也好 這可能是天資問題 所以你看看他們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他們是覺得是一個絕地反擊 對軍人政府來說 因為他們見不到 這個皇太子能夠繼任之後 沒有前提 他想前提 是要提招他 對不起 我的麥克風不行 OK 想提招他 即是說 我們推動修憲 我們令到我們擁護的人 其實他們也有遠見 因為知道如果太子上台 的確會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所以他們就寧願選擇 推動修憲 讓這件事能夠在他們掌控之下成真 究竟這個行政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社會上不同的派系都爭取主導去修憲 修憲是肯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問題是修憲背後很簡單 直接一點 這個行政是想修憲修到怎樣 最後會放誰上皇位呢 誰上皇位呢 其實全國差不多都有共識 你這個皇權世襲的制度 君主主導這一刻 過了皇帝之後 你這樣不能再持續 改朝換代 不止改朝換代 你真的要行憲政 不單止君主立憲那麼簡單 還要是徐君 徹底的徐君 徹底的應息 所以你問我 我不覺得這個壞得完 外交握手 快死蝦 你現在化的憲政應該是這樣的 東南亞做 charity 我不覺得軍都特別壞 反過來 你給一個形勢 大家在逐陸中原 你沒有了皇權的主導之後 你真的要行虛軍 大家預料了這件事 問題就是民間又爭取 例如學者 這次要請很嚴重 深刻會有些人覺得 是外國勢力介入的 英美是否主導了泰國的納片運動 你也不知道 他信其實也沒有射得完 那你的商人 我不說官商的強格 問題是官商的勾結也好 他們都是利益集團 他又不會放棄 他會不會在背後主導黃三軍 紅三軍的矛盾又再出現 你上次的黃三軍 城市精英 即是中產階級 而不是農民那些 城市精英 你想現代化的 你又想主導立憲改制 又怎辦呢 所以現在很多派系爭取 主導立憲運動 我想問一件事 表面上 一個學生哥 大學都未畢業 純粹單純 一個抱負 前景民主精神 有光環交流 整件雨傘運動 他現在全身而退 現在審完都可以 沒事 整個聖人這樣出去 表面上是這樣 進去大問題 中聯辦 主導介入 背後會不會到處 跟他們說 這些傢伙 是美派的 你遇到他玩 到最後就遇到美國人 搞你了 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很奇怪 反而阿之鋒 香港的影響力 過了這次立法會選 其實不是那麼強 反過來 原來在國際上 中國是這麼害怕 這是很奇怪的規定 為何放他在香港 反而中國不害怕 出去的周邊國家 中國會害怕 很厲害 而且你看到更加害怕的是泰國 泰國這次 我也說過 雙眼點就是 為何中國的權力 滲透都這麼嚴重 你覺得泰國會跪下 其實你要記住 我認為泰國不是跪下 泰國是主動希望這件事發生 那就是他的嘴巴 因為他不想 他並不想有一個 這個叫做異見分子 不是外國勢力 是異見分子 學生領袖 精神領袖 是鼓動到內部學生的活動 沒錯 提出西方這種 搞學運 因為你要記住 他裏面的內部矛盾 已經大到自己不可承諾 他已經自己頭都很癢 然後你現在還有一個 一個上個 Time Magazine 一個在國際 叫做有輿論地位的 他在香港現在 你覺得他的光環變小了 你覺得他在立法會選舉之後 他的光芒變靜了 但是他在國際社會之間 他畢竟是主導過一個很成功的社會運動 所以他去泰國去分享 泰國主動要求中方介入都不奇怪 有可能 他軍人政府從他覺得的國家利益 他覺得沒所謂 我就照樣做 還有我退一萬步說 即使 剛才說是一個誇張的說法 就是泰國政府主動希望 李克強先生 你可不可以過來踏了一條雙子 你這條雙子踏了一條雙子 未必是這樣 當然這個太誇張了 但是如果這件事 第一 我不認為是關西還是事 因為這個已經是超過的 已經不是現在被城堡 日日炮轟的邪惡俗心四人幫 勢力發動的事 即是他能夠離開香港 已經知道是關西還是事 不關西還是事 他能上飛機的 你說他去不去澳門 可能是關西還是事 但是他去不去泰國 就是外國 華春瑩的外交部 以及他背後的整個國安 這個集團的事 他們的管轄法律 其實倒轉頭 這樣看會不會是 阿爺不想再將兩年前的事 例如在東南亞 再發生 在舊事重提 都有機會 事件過了 你就不要再將它去 事情擺平了 What happens 放下 現在就往往前學 不要再提回以前的舊事 問題是越擋越嚴重 這個才會煩 那就搞大了這件事 黃之鋒已經在香港沒什麼所謂 現在無故 突然之間又上了頭條 現在就不用說朱海迪 全港關注 也不說朱海迪還沒發工 下一個電視 又搶了尤偉晶的exposure 不是 這個 尤BB 什麼事件 那樣事件 那個真的是 啪啪事件 啪啪事件 啪啪啪 李王 身為女生 你想怎樣說 還有五十多分鐘 你已經進入博士 沒有問題 絕對可以 講完了 我們先問聽眾 泰國這一部分 你們覺得說夠了嗎 之鋒想聽多一點 只想聽這個寶寶 對 有寶寶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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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給我 沒有 難得有金融肥貓 跟我們一起 出來上鏡 有很多兄弟在捧場 耶 簡單來說 這件事 不只是邪惡的中共 那麼簡單 是家家有求 泰國都有這個需要 他買這個人情 對他自己是有得著的 因為你見習近平上台 又是攬軍權 現在巴育上台 他也是一個軍人政府主導 兩個地方 其實大家是聲聲相識的 因為大家都是面對強烈的地方矛盾 所以 你說是不是 我因為 我怕中國大陸 不是 不是這麼簡單 對 而是因為 他有這個需要 對 他內部的需要 大家都有這個 當然好 你問我 很簡單 我的金融 經濟人 很簡單 你這個地方 穩陣 我去做Spa 我去吃飯 去旅遊 帶我出去玩 不用擔心 無緣無故 拜拜四面佛 突然 爆炸 有什麼事 是不是 我又不是拿著泰國護照 一來 但是 你說 這個影響是什麼 就是 你看 其實大家 亞洲國家 好像照鏡一樣 呂宏的分析沒錯 緊張的時候 有的時候 不是外面的人 會否影響你 而是外面的影響 引發了你裡面的矛盾爆炸 這是很過癮 所以 經常有人說 是自爆 最少一邊說這件事 如果他內部沒有矛盾 他內部是不害怕的 是穩穩陣陣的 說鬼知道你搞什麼 英國說鬼知道你搞什麼 那些公投 不會死人不會塌 因為他跌 跌到三十一年身低 也不會死人 你不會內戰 始終英國的體制是先進 但是泰國一個問題 就是他整個國家的穩定 尤其是二次大戰之後 很大程度 建基於現在這個拉馬狗勢的權勢 以及道德以及精神的影響力 社會的理為 這是真的 我們看到2006年 他信政變被推翻之後 自動流亡 自動流亡 但是他這十年來 泰國是越來越亂的 這裏有爆炸 那裏有爆炸 然後紅黃亂鬥 還有軍人出來搞 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泰王 真的接近 他現在是八十八還是八十九歲 直揚無限好 直揚無限好 但是已經… 真的近黃昏 對 還有我們外面 不知道他到底身體狀況 誰知道他不是這樣 接近他們黃室的那班軍人 一定會比我們清楚得更多 在泰王 這個泰王真的駕崩之前 他們必須要盡量部署好 如果你和中國這個強權收好之後 你是不是更加增加自己的政治能量 沒錯 絕對是要這樣 一定要好好部署 所以現在泰國國方政治勢力的互鬥 是越來越吸引 因為泰王真的快 接吻差很多 他的繼承者如何 大家都心中無數 所以一個軍政府 泰國軍政府不是絕對邪惡 他只不過是 善良的 善良的槍 又不是善良又不是邪惡 總之是 各有盤算 他各有盤算 因勢利盜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做得對的事 這樣才是老命 所以軍政府 真的 大家覺得很棒 他自從1992年 那次軍人江正 死了一批學生之後 這麼多年來 軍政府即使如何政變都好 沒有死人 又不用開槍 然後民眾抱著 如果小孩子在坦克面前拍照 他們搞空關 其實比以前好很多 比大陸好很多 所以 無論軍人政府 在國際或國內 他們的形象 真的不是壞 他們沒有以前 動舟動槍 但老實說 你問我看 阿斯亞 不要計算亞洲 東協那邊 不要計算新加坡 真是 資本主義的民主 走得最前 不計算新加坡 真是他 真的 真的 整班人都好 相對現代 希望爭取了一些位置 爭取了一些椅子之餘 其實根本上 他都是想經濟好 所以你說 那十字路口何時發生 其實真的就是 在他信那個時代發生 如果Philip沒有說錯 做了金融我們自己知道 泰國何時的社會條件最理想 反而就是他信執政的年代 為什麼出了這麼大的矛盾 就是他信走得太前 他真的想用他商人主導 其實他都是相對草根 他是由窮人出身的 他真的由下而上 就是想用他的社會 當時理想的所謂社會條件 推行他心目中的憲政改革 所以才引發了這麼大的社會矛盾 他想得太天真 我不想太前 其實大家都要做的 他當時的立場不錯 因為他的政治又穩定 經濟又好 國際關係又好 有和平 至少沒有天災又沒有人和 所以當時他做 有天災 大海嘯的時候 他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他民望被推翻的時候 是很高的 所以那個尷尬就是這下 你用我們常言很客觀 很理性的想法 你要推行改革 天時地利人和 當然是對的 但他也猜錯了深層次矛盾 心成這樣 所以財經老呢 我這些都簡單 撇開這件事 不要被傷人執政 撇開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他信是一個很好的 財光非常好的 我們有書課 大家去幾多香港人 一年數幾多 過幾六 現在突然被淘汰 沒有地方去 都不知道去哪裏 真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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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沒有的 即是 是否真的一國兩制 你看到 無論某些立法會候選人 他們說 永續基本法 永續這個 基本法好嗎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你看到這件事 或者過去這麼多件事 包括這個 李波事件 金字之鋒事件 到底這個一國兩制 在這個實際操作層面上 還存不存在 聽眾問起 很尖銳 城報這一下 很過癮 城報這一下 爆出一個新的層面 即是新的層面 大家一向都以為北京鐵板一塊 一個聲音 一個 以為他們集體領導說好先動手 雖然我們看到所謂 形不相大夫這一下 上年也踢爆了 但大家是想不到 對不起 大家想不到這一下 居然城報 就變成這個 情咬金 炮打司令報 炮打司令報 我們現在一張大字報 比你本土的那些傢伙更困難 很誇張 蘋果你收皮 蘋果收到律師信 整個都沒有 因為他 惡到 惡到律師信 都不敢給 背後實在是什麽勢力 在香港打內戰 就是我們經常說決戰中環 香港本地的勢力在決戰 原來不是 現在西環也有內戰 但最奇怪的是以前一向都說 我們是窗口對外 對外 我們一定要 裏面打散打死這件事 對外一定要口徑一致 不在一致 現在不是 不在一致 你看到我昨天 放了編書上去forum 第一很少寫字 編書我寫了之後 有人在我自己問我 他說你寫的 然後我說不是你寫的 然後他說 我以為你轉載 那我轉載我自己 因為太懶寫的關係 就會這樣 懶寫的關係 其實我的標題很簡單 我說為什麼蘋果日報有律師信修 但整部沒有 這是大問題 當然很簡單 正於計算的689 他夠膽向著背後據稱 是一個邪惡美帝的CIA 操控的毒果 法律師信 我和你叫板有什麼問題 難道你真的使用航空母艦來炸我嗎 他比上外國 但為什麼他不會動的 因為 樂雨收姐 樂雨收姐的曉明BB 他是老鼎 他是老祖宗 北大人 你怎麼出聲 現在我希望得到你的恩寵 我希望你的恩寵 令到我什麼呢 不是連任 這些連任你不用想 其實明雅人都知道 689是不可能連任的 清算與不清算的分別 沒錯 就是什麼呢 如果他現在 是真的 很恐怖 高台貴手 如果他現在能夠躲過這一劫 大家都是動物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吃狗不可以 吃豬牛羊可以 分別就是你怎樣跟動物 我講過 那隻動物 他跳上你大腿 你會吐吐 你會吐吐 那隻就是寵物 那隻就是鮑依加勞 你會嫌他很髒 你會嫌他很臭 你不會抱他 你會嫌他很臭 你不會抱他 時間還會怎樣 會拖 所以現在就是窗口一致 對外鎖定目標 在外面有敵人 現在689就是用回你老共那裏 我鎖定敵人在外面 我就去砲打他 這樣就帶出我的 attention 我希望你認我一聲炸 因為炸這句話 漢人不能叫的 你明白嗎 你滿洲的奴才 你八旗子弟才能叫的 那我是鮑依加勞 你最多是發放我邊疆 大哥 我就回英國牛津炭 齊恩齊什麼齊密那些 這個其中的看法 的確有些是這樣的方法 但共產黨內鬥的格局 未必有人跟蹤這個 為什麼呢 你跟他說有策隱之心 當然沒有 沒有 共產黨一向的派系鬥爭 是怎樣的呢 是為了一個恐怖平衡 即是說 他是會有殺傷力的情況下 你才不會捉到他絕 所以你保住的山壇 為什麼以前所謂的刑不常委呢 就是要安排好大家的勢力範圍 哪個管哪些範例 例如我管電力 你管水務 你管交通 你管能源 即是分了餅仔 分派好利益之後 我不犯你 你不犯我 我不開槍你 於是在一個恐怖平衡的狀態下 就順利過度 集體領導是所謂的維持出來的 他是鬥爭文化 所以你問他測遠心 他不會連識你的弱者 一定是諸你的 蕭公子 這就是阿勒婆的停火協議 是呀 我抓你了 會再去 你有本事抓著他 他就隨時不敢再抓你 因為你有本事抓著頭 所以這個玩法可以看到很過癮 到底現在誰在叫哪一份報紙 逢誰呢 大家還要猜 因為最近 不是說是承諾了 承諾是誰 說是這樣 中紀委引述承諾的社論 好過一千多天 你看到中央黨部都這樣說 所以中央打就是大家 內戰打到香港 這是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 除了他現在的玩法 當然手法上有點不同 但我們看回中共的鬥爭時 剛剛蕭公說的 這是鬥爭文化的 不會有冊人之心 不會有冊人之心 你看當年劉少奇毛澤東 鬥爭的時候 只要你已經沒有了一個平衡的勢力 我就去到你盡 真的去盡 去到你盡 不會留守的 現在我們看一見成果 還有四個字是劍拔老章 劍拔老章 而且他從文革初期的時候 都是整理一大堆黑彩 然後先用輿論 我的一張大字報 拋打司令報 現在 成報就是在做這件事 當年找姚文揚在上海的文匯報搞 現在就搞香港的成報 奉文匯大公 另外你看中聯辦成報 一直說中聯辦 即西環連同六百港的香港 搞了一大堆東西 是為了向香港製造混亂 而增加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 當年六七年的時候 新華社香港分社 不是一樣在做這些事 如果不是 隔委會 上面他隨時被人 由香港調你回大陸批鬥 你不來回大陸批鬥 他在香港的基層 左派群眾會上來奪你權 再在就地批鬥你 我不是把我的矛盾 上下直線的矛盾 變成橫向的矛盾 變成國家民族 所以就要反應抗暴 利用對外的鬥爭 女王剛才說 對著CIA 然後變成一個自保 用極左的向外鬥爭方式 變成一個自保 所以就犧牲了整班 左派群眾 尤其是工聯會那班 到今時今日的選舉 仍然犧牲了工聯會 所以其實現在有一點 他們自己內戰的時候 有一點食花生 或是教人觀貨的感覺 到底這次被犧牲的是哪一批左派 很過癮 很過癮 他們害怕的 那班人都害怕的 天天看成報 所以就發覺很過癮 這次的選舉 有一點聽聽 成報這件事 其實前後是很統一的 你看看這個熔寶寶 被捧出來的東西 一上位就多麼黑薄 嘴唸 對著什麼 對著老左 對著很老派的 左派的工會 寫大字 那個最調戲不順 寫大字 吃午餐肉 那條戲最不順 小人得志遠 問題是為什麼會捧這些小人出來 你參考六七前居可鑑 其實有一點不是要靠你 靠你測驚之心 呂王是我們很理性的方法 理解這件事 共產黨不是跟你說這套 是跟你說鬥爭的 是說勢力平衡 暴力的勢力平衡 所以你看到這次 其實前後的統一性在哪裏 其實熔寶寶被捧出來 清算了老左共聯會那班人 而實際上背後 你可以看到成報同樣是做炮軍司令部 凡著文匯大功 和六七一模一樣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撲一撲大家冷水 就是不要這麼開心 不要以為現在北大人良心發言 我們剛才一再說 是不會有這件事 他們沒有測人之心 不要天真這麼傻 並不會因為覺得你香港這個目的平衡降了 或者你香港受到國際的關注 所以這個時候我放你一條生路 我告訴你這個我們講了幾年 就是叫做紅色好人 北面會出現一個大好人 關鍵時刻他就會出現 這些不是就是我們民主回歸派 一組被人抹到九彩的東西 這個時候最討人爭的六八九 連同背後的那一堆 你香港人以為 重奪生天 我告訴你好戲在後頭 千萬不要 共產黨沒有那麼好 不要那麼天真那麼傻 因為共產黨除了他本身 除了馬列那一套鬥爭之外 他很大程度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統治藝民那種方式 統治藝民制裁官員那種方式 我們看看以前的皇帝 漢武帝武則天 很喜歡用玻璃去對付一些官員 什麼張湯 內津神 那些 然後一旦你幫我整肅所有 嚇到個個不敢動 但是所有人都憎到你的玻璃死 我就一旦把你的玻璃請君入供主理 然後黃恩浩蕩 天下貴心 以前那些是中國傳統的偽民思維 也有些港豬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的 問題是香港現在的人還是這樣 真的有 我經常聽說 什麼大大是明君好啊 中國好好啊 有的 有的 年紀都小過我 一個有樓有車的中產 黃豬 不少 真的不少 所以你真的要了解別人的鬥爭文化 是什麼家科 才會明白你處在什麼處境 我經常說以戰論戰 千萬不要太多主觀幻想 人家基本上是一個朝朝見血 鬥爭場面 你還跟別人說什麼家夥 我們回看1921年到現在 他成立黨差不多一百年 他們是在血 游來游去 湧上來的人 不會跟你說任何人與道德 但你問我 很簡單 兩件事 你說 中港關係 矛盾 管理香港的方法 和他在管理整個國家 其實他用相同的方法 但我自己覺得 你管著中國 統一中國 做一黨專制 去推行所有策略 其實整件事是對的 在他的環境裡面 在他的環境裡面是對的 他打算救國 明白 所以他也有過程 長遠來說 他也有過程 如何把中港融合 他自己都在學 所以你不要這樣說 起碼他的肌肉夠大 起碼他跟奧巴馬聊天 就是整件事要 神力外交 所以我就是整件事 整個精神分裂 為什麼呢 變成整件事 看大片 你說 阿爺是否強國 是否九岳 事實上是真的 但問題是 他跟我聊天 好像是 老爸和兒子 經常在那裡吵架 是不是 所以矛盾難解決 一方面 你覺得 事實上也是 你有一個所謂 世界抗衡的事實上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是 站在他的立場 他沒有理解錯 站在我的立場 是很淒涼的 我突然在中間 我撇開 我們在中港 談不點數 他又不給錢去買玩具 他拿了錢 夾著給我做事 也好 很簡單 但是 起碼走出街 他是夠 夠惡 他是夠籌碼 可以講數 到安全地這樣說 起碼泰國 又射他 基本上除了菲律賓之外 沒有誰是害怕他的 越南也不怕他 就是兩個 最弱的兩個 菲律賓和越南 居然是越南 所以 你又難怪 沒有契義 有些少少 倒推 不是一面倒 但是有時候 有中立一點 你又不可以難怪 他自己是一個強勢 去整件事走出來 所以 其實很久以前 都已經講過這個話題 大家經常忽略了我們的立場 以為我經常打算攬炒 其實是錯的 的確是香港賺這麼多錢 國內的朋友 真的懂得比喻這件事 什麼家科呢 就是一隻大灰熊 坐在河上 那些沙門 就直接飛進你的口 你不能不肥 香港就是坐在這個位 國內的朋友 好像倒忌沒辦法 你就是唯一的自由經濟港 吃正這裏獨家水 我們是肥仔水的 問題就是 at what cost 代價是甚麼加科 所以變成社會矛盾這麼大 未曾見到任何政治領導 處理到這件事 既可以拿到 中港關係的好處 但是要平衡到 你香港的朋友不要虧張 這個很難事 另外你說蝕張 我覺得不是任何政治領袖 沒有能力 可能有人有能力 可以處理到的 我心目中想到幾個人 有機會處理到的 或者處理得比較好些 不過呢 他是處於一個局面 很簡單 你150個單程證 你有沒有審批權 他根本就是處於下風 他根本就是架空了你 不是他不想處理 不是他沒有能力處理 是制度令到他根本無法處理 不在這個位置 所以怪就不是怪兒 我自己這麼說 不是很百分之怪怪兒 問題是 下面有一群柴仔 這是另一個大問題 另外 老鵬先前也說過 出賣香港就不一定 就是香港人 另外蕭公那裡 剛才大呼喊的比喻 我就在想 吃最肥 處於最優越 竹沙文魚位置 那群大灰熊 什麼大灰熊 哈哈哈哈 那屁股一樣是紅色的 美洲那些 是最強壯的 紅色的中熊 是最能夠霸 最好的位置 吃最多 那些熊癮仔 癡性熊 那些 就要被排擠去 撿頭撿尾 你現在看看 他吃這麼多游泳 下來香港 是哪些人 拿到最大的利益 如果拿到最大的利益 他們拿到自己手上的財富 再剝削中下層的大部分人 這個才是最大的 平衡你拿不到 這下飯 自己人欠中 自己人真的很貴 自己人欠中 絕對是 你看看 食尋租最厲害的是什麼人 大業主 本地大富豪 尤其是有土地最大利益的那一班 唉 我想說一個 你知道我在這裡 每晚都會煮食 有一晚 我又爆勇了 最不應該做事 最常都會做 有三個預訂 就是五個 兩個兩個 那兩個預訂之後 有另外兩個預訂 其實我和他們兩個在一起 把我們四個坐在一起 另外五個 他不知道 這樣就分開的 好了 發生什麼事 就是那四個坐在一起 第五個就遲到 這樣 第五個到了 那就是 你看到一群人都有錢的 是 很意氣風發的 是 就是怎樣做事 他不當你是廚師 他當你是服侍他的人 這樣 當你妹仔 真可憐 是啊 都不要緊 還有他叫你做事的態度 是 難得一見的 好了 都不要緊 旁邊的四位 即是二加二就未到 這樣 這樣 就到了兩個 哇 進來之後 我覺得這麼熟面 哎呀 原來認識了你十幾年 自己是朋友 自己是朋友 然後另外 又兩個人到了 這個時候 剛才 很串嘴的 遲到的第五個 就看到原來 是認識的 原來 除了我一個上等人 還有另一個上等人 都來這裡吃飯 的 態度開始有優勢了 然後到他後來發現 原來兩位 加兩位 那四位 其中一個 是某最大的地產商 的侄女的時候 馬上笑 馬上友善了 馬上很優勢 又友善 馬上覺得我是天下間最好的 賣單 馬上給很多貼士 是嗎 馬上笑 銀子都還很誠實 錢居口供 這些 世態嚴良 如果那一晚只有他一台 就算我煮得多誇張 也好 沒有用 因為你沒有記憶 他都不欣賞你 那一晚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有記憶 原來姓李的 都來這裡吃的 那立刻就寬容了很多 全的尊重 立刻尊重 尊重 尊重 人性 即是看你是什麼 社會地位 就不是真的欣賞你的廚藝 所以現在我們面對著 譬如說姓范的那位老太太 或者是那些 我們說《基本法》 起初委員會的成員 都是曾經很支持 打英帝國的 英籍時代 現在又是立刻轉到 沒有味道 但是 我們這樣說 現在我們已經是這樣的局面 對不對 我們現在 日日打開的新聞 都是這麼荒謬 包括 喂! 喂! 你說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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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荒謬給你看 他是老闆 媽媽 喝得我不喝得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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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還沒有香港 好可愛 好 好 我們現在剩下23分鐘 我們一定要說 蕭公子很想說 不是 你傻了 他很想說 入你數 入我數 算你入我數 這些事情是完美時間 由BB 中港矛盾 內部矛盾 就是很老實不客氣地說了一個事實出來 就是在說什麼 大家先說的 這個霸權問題 他簡直是在理工學院的公眾論壇裡面 大庭廣眾之下 越說越興奮 香港年輕人的困局去到哪裏呢 無權無勢去到哪裏呢 走投無道去到哪裏呢 就是連拼東西都沒有放給他 很老實拼這個詞出來 大家就嘩然 那這幾天呢 那就去南法國獻所了 有什麼嘩然 這些是很平常的 但很過癮 固之言 所謂衛道之士就憑他 但過癮在呢 有很多年輕人 站著兩個很極端的立場 一方面就是 大讚是由BB 慧民請命 終於了解了這個很實際的 博野權 很形象化 剛才說這件事出來 即是博野都市人權 這個不是說錯 但另一班呢 就很奇怪 就是指責這個猶BB 正經事不懂得說 就說了一些 生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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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為民主 我比較認同後者 我看來我們有少許搖頭探飾 我記得我們在這個節目 說他們在選舉論壇的時候 他其中一個對手 林依麗說 你那一百個偉哥 你跟誰用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批評一件事就是 這些是甚麼辯論 你根本為了搶鏡頭 說這些無聊事 這些完全跟公眾利益無關 你現在已經當選了 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就不再是那個選舉論壇 那些鬥吵架的角度 即是不是在罵街的 你不需要 亦都不應該再拿這些 剛剛是女人的事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有很多聽眾 好像阿洋的反應 到底是不是有具體政策 拿出來 即是你覺得生畢無意思 即是青年權益 反而朱凱迪都很實際 他真的在爭取空間 我們不是說 你跟朱凱迪一樣的等級 對不起 雙差太遠 我們不可以這樣去比例 大家明白的 因為不公道 對一個年輕人不公道 但你起碼給人感覺一樣 你當選之後 你先浪費了一個位置 所以現在的輿論 忽然之間 除了所謂洗髮洗髮之外 反而過癮在 引出了另一個話題 既然你說得出 原來大家都這麼關心 或者注意的 下一步是否有具體的政策出台 他還未宣實入會 很重要 他很明顯 一群智囊團 都正在思考 但你不要 你問我 未來三四天 好 會錄就出來了 別想 說這句說話 說真的 好像靚行空 像後生行空 說真的 如果這句說話 一模一樣 他覺得很漂亮 我沒有說 出自類似 我們這些傻子 我不說 出自類似施煙等等 那類年紀的那一群 結果你網上會有什麼反應 會不會很認同 說得很好 認同你的那群人 我們純粹 純粹講 政策 純粹講 以你一個立法會議員 受到我們直選市民的選民的授權 你是不是在這個時候做這些事情 所以變成說 Philip都可能密切留意 是否在這幾天 或這幾個星期 會有具體的政策 如果我是他 我就會出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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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我是驚的 我不是正的 但問題很簡單 正經 好像是 兩件事走不開 你能夠把社會的視訊 你趁機當然是吃著照片 否則下個星期又有 另一個人彈出來 之後就沒有人理會你的 最新的發展家科 反而是林鄭 會上位 大家留意不到 因為她可能不是太多公開 剛剛就開始展開了一件事 就是公司合營的青年宿舍計劃 留意這件事 你的空間問題 林鄭很會上位 五千至幾千元 很便宜 問題是一個青年宿舍計劃 令到你中短期的青年人 創業也好 四小時至十二小時 不是 最多租三年 最多租三年 就是創業、就業 不是創業 是住 你創業的青年 你沒有地方去住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家以外的地方 可以獨立的 一家三口 也有 一家三口 小家庭 所以林鄭真的有政策出台 你不要再吵 沒有房子爆 至少有房子 輪不到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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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也表現自己有承擔 這件事我們要很快去搞出來 為民政 如果你們說 如果這樣也叫做官商勾結 我都會承擔 所以林鄭就很聰明 由嬰兒認不認識這條線索 我不知道 至少林鄭真的有些具體的出台 就讓大家看看 交功課 就不是盲腸地了 但我規定在林鄭裏 很奇怪 最近一堆宣告 我留意的是哪個謠傳選特首都沒有他份 沒有人傳他 不要緊要 他繼續坐穩一點 林鄭 我不喜歡林鄭裏的人神 不知道 當年雍正政權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黃四子 是最合法 四太子 你會發現 暗勇相當大 故之然 已經在一段日子 出台是正常的 問題是時間 會否夾得這麼絕 如果你真的有陰謀論的話 甚至可以懷疑林鄭和寶寶 夾在一起 這個就在青年論壇裏面 放火 那邊出來救火 你就在製造訴求 他出來提供答案 會否夾得這麼絕 你問我這個計劃 有可能是阿梁交給他做 交了四年 然後林鄭 你差不多 到最後我又可以試試 我交出來 當我自己credit 有可能的 很高招 我看到聽眾沒有什麼反應 現在看到我們沒問題 你要給我們一些反應 我們才知道你們在 你喜歡貓上多點鏡 不要緊的 要不然我們很不心 很給不到心機 你知不知道 你各自自動波 不要靜靜 不要靜靜 其實說回游BB那件事 我挖不挖然 我是挖然的 但是我的挖然 我是正常的 你認識我這麼多年 你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有立場的人 很有原則的人 粗口你不介意 我粗口不介意 是的 這些字我絕對說 粗口沒有問題 但是我是他 我不會說 但是為什麼他說 我會neutral 是因為 他的確是反映著 現在年輕人面對的困局 第二 你反應還反應 你不會說得很粗俗 而且一個年輕人就是這樣說話 是不是 難道他說敦輪嗎 難道他說 夫妻行周公之禮嗎 他用回現在時下年輕人 不要拐彎 符合他的年紀 符合他代表的選民 他們的言語 他們的內容 他們的思想 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訴求 去說出來 我覺得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失去一個女生的體統呢 這個時候我們要看 到底你是 當他是一個議員 一個議事的代表 將他的性格抽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還是你說 總之你是女生 你就要高貴 在任何情況下 你都不應該這樣 這個就是看看 你的角度是什麼 我純粹是當他是一個議員 我不管他是男性 不管他是女性 還是他是變性什麼都好 既然已經授權給你 麻煩你拿一個水瓶出來 男又很女 這件事是蕭公之前 有一集節目說過 喂 開發能源 買吧 你說他不是傻的 我當時還說 既然是年輕人 就寬容一點 這件事我覺得不能 他不認識是正常的 這件事不能 因為你不可以說 你的水平太低 你現在是應該 被人看到 我是努力改善我的水平 坐正了 做一些議員應該去做的事 這是真的 說是你男 說是你女 你全部用粗口說 我都不介意 所以變成大家的期望 忽然一旦去到 寫下會稍後交什麼 政策出來 所以 你拿了一張雙身 我說這個正常的原因 現在你得到我的目的 最後 甚麼你會做 Philip和我們金融佬 是最英俊的 你進了門口 但準備宣傳我 你還給我一個 什麼的銷款 而且他拿到我 注意到 你可以說什麼 你記不記得 在Django那部電影 就是這個Leonardo DiCaprio 他就是講了一句話 我怕我次序會講錯 講錯了就不緊要了 就是說 Before you had my interest Now you have my attention 是吧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那時候我也是可能觀摩一下 有一點好奇 好奇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現在我就真的看你有什麼提供 所以多少票選出來都不緊要 你記住佑慧晶 因為你是在肩負 你的幾百票之差 你擊敗了一個老猛將 所謂的 那些人到現在還在這裡永遠懷念 黃毓民 念月珍 你懷念他竟然是念月珍 其實真是 西代之爭 也是看過改詞換台 90後開始發聲 他代表那個聲音 大家想聽一下 90後你看看黃之鋒 黃之鋒的水平 我覺得其實真的高過佑慧晶 相對是 他自己燒了 他超過了 沒辦法 問題就是現在輪到這群議員 真的坐定定在這裏 準備交什麼貨 好像雷王所說 你現在肯定的眼鏡都在你那裏 我一定期望 你會有話說 那不是說 以前代表你們金融界那位姓吳 就說洗頭艇 你現在 刺領行空就只是說 你不可以跟這個姓吳的一樣水平 那人家地面extreme 就變得多這樣的水平 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落年輕人的面子 你不可以 我幫你理 真的信任你 真的不要只說總取寵 所以就變成萬眾期待 現在壓力就反過來 一個anti-climax 那個climax又怎樣 就是萬眾期待 你拿了全香港洗版 那麼多人注意 然後你會打算怎麼用這些東西 看看年輕人們有什麼貨交 林鄭交了貨犯 你看看朱凱迪 他是逐步逐步 他真的等著 要求你用特權法 很過癮 不要以為他會退牌 以戰論詞 一直在香港 他等你出了那張牌 就是你的報告的樣子 他真的把你軍的話 他看著你的報告 就不是很重要 有時說攻擊 你都不可以在條件未成立的時候 攻擊 要不然你就撲空 你發炮也有目標 朱凱迪就厲害了 他等你出報告 朱凱迪十年前 和尤惠貞差不多一年多 你看看十年前的朱凱迪 和現在的尤惠貞 現在的尤惠貞還是比不上十年前的朱凱迪 這是純粹客觀的分析 就不是說我們喜歡不喜歡尤惠貞 我想問問呂王 你是懂得看玄學 又懂得看相學 不要這樣 又被人說我敦倫派大師姐 那你自己看看尤惠貞 他今天第一招出到 你自己看他的相 下一招是否應該有貨交呢 哇 如果有相看 當年劉慧卿就沒有人選他了 哈哈哈哈 他說連續25年 我繼續選了 長勝將軍 真的啊 我吹不住 我這些比較粗俗的人 要說 他有少少明星相 他是掌握了視頻 所以贏了 所以其實 就算他這次交了一半 交了少少東西 大家應該收貨 起碼九十後那班都會支持他 很多人搶出來交貨 真的 那現在不是第二個 他就是第二個 之前第一個是阿朱 我真的不收貨 對不起 他還沒交 他還沒交 你不要讓他看 很難說 真的不知道 說開一點點 他這句話是 上了很多宅男的心 為什麼 你說你多開這麼多房間 給我們霸 我們營單隻已經有鬼用 首先 你要有 首先你要有 首先你要有 有房子有鬼用 你傷了很多人的心 但他們不敢說 這些宅男真的是慘 你如果純粹從性別的角度看 我也是男人 大家都 如果是這樣的方境 怎麼辦 我到一段時間看 現在是否九十後 和八十後的港女 是否不同了 是不同的 是嗎 這個世代差很遠 兩三年已經一代很快 他這樣進化進化 現在很實際 不是實際那麼簡單 八十後的人還會假裝驚慈 現在沒有 沒有 現在很實際 他面對很多中港的融合 競爭 ABC 可以某一個角度來說 你可以說 九十後 青年後 是很激 是很激 是義無反顧 很過癮 這句很難說 因為社會會逼到他們 就賣全國 你不可以 女生又多 現在不分男女 游小姐 你不要看外表才行 這個 又吃煙又紋身 又爆粗 跟這條腦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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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沒有分男女 這就對話 沒有分男女 現在流行鬚味 沒有分男女 沒有分男女 寧與玉 兩年前佔領那天 其實衝得最前的是那班 很年輕的女生 在前線會 說回來的那些前線時的運人 都說當晚如果開槍 死的女生一定比男生多 這麼害怕 是呀 很可憐 長腿熱褲 踢拖 那些小妹妹 對呀 很厲害 厲害 民主女神 不止 世代心態很不同 已經沒有女神 沒有啊 沒有啊 之前已經有女運之後 已經不說 女不女神 所有人 都自己做神 就自己向前衝 真的 整個心態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所以再下來 這次的立法會選舉 深刻反映到這件事 那個世代交替 那個衝擊力 有些人的說法 就是說 狩獵者 取代了這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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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法是這樣的 以前的所謂民主派 跟現在的所謂民主派 是完全不同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暴力也好 那個 鬥爭心態 精彩啊 現在以後的報紙 娛樂版都縮了 娛樂版都不夠這麼厲害 現在 正經版的 正經版 即是政治人物啊 即是 我不是說以前那些不行 但是 即是 又是像你所說的 即是 內行看什麼 外行看什麼 是吧 很多人都看熱鬧 即是 即是我不想看熱鬧 即是 樣子就是內行 即時就說 他不認同 因為你怎樣生不敬也好 大家要留意 就是你作為一個議員 即是議事 代表市民 真是普選出來的 那些 你先交什麼放 這個很重要 蕭公說 以戰論戰 我們就是議政論政 就是這樣 不管你什麼性別 不管你什麼年齡 剛剛有個筆文 他的立場很奇怪 因為他在我那裏洗版 我那裏洗版 我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熱狗還是什麼 但他就說 今時今日還要求議員 議會議政論政 他非建制議案 數人頭 永遠都不過 現在只有拉布 豬凱迪這次 豬凱迪就能示範給你看 技術擊倒 場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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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外 場外都玩到 當然不止 只是拉布一個手段 我講過很多次 大開眼是好事 這個現象是好事 你們不是真的水平不夠 對不起 你說我串都這麼說 我那時候 女王本職 我就是串 他會爆粗 大佬 我說要投司馬民的時候 你們這些混蛋 幾個人跟我說 說什麼 找一個外國 代表不了香港人 又說 他講英文 沒用 又說他不會拉布 阿哥 麻煩你看寬一點 你知道抗爭手段 有很多種 不只是拉布 過去那一屆就拉 拉到怎樣 所以他就說 那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不要看輕輕人 像朱凱迪那一類 他真的十年磨得劍 他真的做專家 他拍賣姚聰賢 基本上是反轉了你傳統的鬥爭手段 他真的下下見血 連土地意識都改變了 而且這次你預計了 早晚是特權法查的 什麼時候怎樣查 他都還在那裡沉得住氣 他忍得住手 不要光環 不要學彩 他就等你出手 報告來答你 極專業這些事情 其實會不會搞一下生態 就是拉布照拉布 廢話照廢話 會 然後場外 多了一個殺象 多了一個殺象 現在媒體和社會 開始注意這些拉布的人 想發出什麼訊息 給社會大眾聽 對 事情是怎樣玩 有什麼擺得不對 整件事就是很簡單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十個小時 重點是要說話 其實是他說話 但問題是拉布議員被人剪掉 除了拉布之外 大家都千萬不要忽略做一件事 前哨戰 選委選舉 現在十二月 接下來 基本上已經亂作一團 周圍飯局 周圍拉人開會 周圍拉幫結派 最高調 阿董 阿董 別說 疑似死人幫過阿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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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會打定 打定官台 所以不要只留意 生筆這麼簡單 背後還有很多暗戰連場 那些才重要 那裡真的見血 就是選委會選舉 現在輪到那群專業人士 寸土不揚 寸土必爭 你看那群專業人士 進去功能組 你經常說他們 功能組別 沒有明顯不是 起碼姚從嚴 這次立法會選舉 已經起了梁振英的老巢 你猜不到 那你在立法會之後 特首前哨戰 就是選委 你決定到選委的佈局的話 其實你特首的選舉 又是大局已定 厲害 所以這次泛民即使 他不怕人出選 沒有問題 他只要有四 如果他掌握到 是說有二百席的話 就是幻想 你能夠構成二百席 不是在建制那邊 就已經是起好關鍵重 是啊 厲害過癮 問題是泛民現在那群老鬼 亂作一團 那群人出去選都說不定 所以就有連月增今天的位 所以泛民那群人 傻到什麼 我反而覺得那群年輕人 比他們更聰明 是 真的先看清楚 你如果搞不定的選委 你現在說特首候選人 你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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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唯一只能說 我做特首候選人 我拿個光環 That's all 沒有意思的 沒有實際影響 反正你不時大多數 反過來 如果你集中火力 先搞定選委的議席的話 特首哪個候選人的話 起碼要來莊香拜神找你 明白嗎 那個影響才是實際的 這個實際是講戰鬥力的問題 是啊 所以你也說朱凱迪的現象很過癮 現在是多了很多新的勢力出來 而這群人不只是靠口號那麼簡單 有聲音 有 point 也有渠道去發洩 最重要是他有紮實的功夫 在底下起你老巢 他不是在上面 零零星星找些東西扔下 他就在下面有一個橙泥機掘起你 這個才是威力 所以過癮還有什麼家科呢 又是講一個很古老的問題 這個港獨之父 或者民主之父 消失了 那個民主之父可能就是梁振英 是他才激發了這麼大的社會矛盾 是令到這些人爬出來做事 整個都說得很對的 超過癮 超過癮 他只拿這件事說 我是說對話 其他人要聽 所以想回答 今晚正就正在 這些金融肥貓 不是說出來說話 我們經常都說 網台好處有什麼家科呢 就是一人一支咪 不會因為某一個人坐在某個位置 我聲大甲惡 我主導了所謂輿論的這件事 任何人肯說話 有 網台無量歡迎 那算是對的 我沒有態度 我沒有取態 你也是姓蕭的 有些姓蕭 旁邊的人要搭桌 那些家門不幸 我不說 那些家門不幸 我們是祖宗莊子 你看我們有多少話說 我們坐在蕭三旁 像蕭三和比蕭三 最重要就是廣開延路 至少市民真是很有反應 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 是很精彩的 不要以為金融肥貓是男士 香港有些不太好的觀感 地產老最少 金融老也最少 錢之後什麼都不懂 不是這件事 我們是關心社會 關心了很多方法 因為要賺錢 他們一樣是要懂政治的 看一通事情就明白了 看法很不同 那些說只是賺錢 不要說政治的那些是在騙你 傻的 他們自己也是看最多政治的 不過他們叫你不要看 這件事已經是政治了 最重要 妄罰的好處就是 有人知米廣開延路 很重要這件事 OK 多謝兄弟 所以大家如果聽完之後 覺得多少有一兩句話 不要說對聽 其實老實說我個人 我個人不在乎 你覺得合不合聽 真心的 我不能夠代表其他人 但是我自己是 只不過是說 你聽完之後 有沒有啟發到你想 包括你否決都可以 包括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不可以 但如果能夠刺激到你想 或者你發覺 他說的話好像不太熟 其實我們已經有作用了 這個就是我們 這麼辛苦 日頭有份工作 全職讀書 做醫做路 晚上還走來做節目的目的 就是在這裡 就是有這麼多的影響 OK 所以如果令到你有一點思考的話 幫忙分享出去 好嗎 多謝你 拜拜